轉角角的地方 又有在海邊很多生物 我剛才曾經經過海葵 其實很多 亦都發現了很多次的東西 但我發現了就是海膽 嘩,小妹 海膽很多次 其實很危險的一套手續 我想嘗試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應該有點難度 因為當你接觸那個刺的時候 它是會動的 你看看看 都是接觸那些刺的時候 它是會替你抗衡的那些刺 接著用其他一刺 就會轉彎刺在這裡 大家留意 其實它是有些竹鬚在底部 看到一些很柔軟的東西在動 其實那些就是竹鬚 當它去到蠔 青口的位置 它就會在那些竹鬚位置 分泌一些消化液 來溶解了蠔 青口的殼 然後吃裡面的肉 其實這個海膽和青口 其實是這些青口和海膽的殼 所以越多這類型的東西 就甲殼類就越少 來到這個範圍 近一些水 深一些水的位置 就發現了 在岩石上有幾隻海膽是露了水面的 看看 這裡有一隻很巨型的海膽 讓我嘗試一下拿它出來 好硬正 是好實的 好硬正 完全無法盡力 嘗試一下 利用我的技巧 最好其實是找些東西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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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大力弄斷它的竹鬚 免得阻礙了它 賺食 但是其實它的竹鬚是刺濕了 周圍的石頭 是真的拿不出來 嗯 真的拿不出來 好 最後呢 我就找了一些技巧 其實是包著一塊布 在手上 不過包著很厚 終於把海膽成功拿出水 看看它 好可愛 它的竹筛其實是這樣 在找地方 我當然很快會放下水 我們看看它 其實呢 它的下部 下部 下部部分 是它 哎呀 嘩 刺濕了 噢 它下面其實很多 放上石頭 其實它的背部是這樣 那呢 其實下面有很多的 竹鬚 在蜜食 下底的竹鬚是爪地 這次也可以刺濕了 大家可以留意到 底部的竹鬚 和面部的竹鬚是不同的 因為其實呢 是有不同的用處 這一下呢 它亦都附陣了一隻蝦 在那裏 有隻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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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不清楚了 嘩 它很刺濕 它在掙扎 變成要放下水 那我現在放下水了 好大隻的海膽 嘩 好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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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下水 自己好快 就已經找回石的地下 其實周圍還有很多蝦 如果大家玩蝦的時候 在岸邊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一刺到呢 就會整隻腳麻痺了 還有刺都會斷在身裏 就沒聽到